どうもクロ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WS组牌的一些概念 当各位新手跳进WS这个坑时 不管是御组也好 或是上超牌网超 或是请别人帮忙组 排完久了之后总是会想要自己组组看一副属于自己的牌组 但是正当想要组的时候又不知道方向 所以这边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组牌概念吧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之前说过的组牌规则 第一点是一副牌组的卡片张数为50张 不能多也不能少 第二是同名卡最多4张 第三是每场面最多8张 再来是同系列卡可混搭以及进卡表 那在组牌时 首先要决定的当然就是你想要玩什么 大多数会从CX连动开始挑 一来先决定牌组的走向 二来刚好挑完8张CX CX挑完之后 我会先从3等或0等的角色开始挑 这时除了看效果之外 我的另一个基准就是张数 通常配比大概长这样子 CX8张 0等16到18张 1等10到14张 2等1到3张 3等8到10张 3等8张通常是4张杀招 4张补血 如果有需要的话 会再加2张功能牌 那这张3等的嫌王把杀招跟补血做在同一张 所以我其他的就放功能牌就好了 决定好3等之后来挑0等 因为游戏一开始只能出0等的角色 所以0等的数量会直接影响到起手会不会卡牌 这边我会抓几个重点 1. 主要打角要4张以上 2. 集中一定要放 3. 要放可以检索的效果 主要打角的意义在于要确保你能打掉对方的角色 除非你会飞速升上1等 要不然一开始就完消耗战实在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集中我在另一集有说明过 可绿牌可检索 非常好用 最后是检索效果 主要常见的效果有 1. 首牌一张放到控制室 4卡从首牌被放置到5台时你可以支付代价 然后你从自己的牌组选择特性的角色最多一张给对手看 加到首牌将那个牌组洗牌 首牌的一张明场面放到控制室 4卡从首牌被放置到5台时你可以支付代价 然后你从自己控制室选择特性的角色一张回到首牌 会要放这种效果除了检索之外其实还有一点 那就是要丢掉手上的CX 在游戏中CX联动效果虽然很强力很方便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把CX死死的抓在手上 也有可能因为牌组的CX数量不够 导致自己吃下大量伤害 在对手回合时 牌组里的CX是负责帮你打伤害的 也就是说在对手回合时 手上和能量区的CX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在自己回合需要做的就是 把多余的CX送到控制室 这样下次洗牌时 他们才会回到牌组里帮你打伤害 以上三点都调完之后 剩下的就可以摆功能牌了 一等和两等的牌我会先挑主菜刀 通常我会挑两张一等的和一张两等的 剩下的空靴就会摆其他攻击辅助用的角色 最后再加加减减 确定张数刚好50张后 就可以开始套卡套啦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组牌的APP 首先进去Google Play搜寻WS PCG 看到这个就点进去 然后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打开APP 来到起始画面 这边我们常用的会是最上面的两个 和最下面那一条 想组牌的话 点击左上的Decky Canary 想单纯看卡表的话 点击右上的Card List to Sunshow 当行蛋发售后 就可以点下方那一条 Card Data to Download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载这个APP的话 要先下载卡片资料 下载完之后就可以组牌啦 那我们点进左上角的牌组管理 按左上方的New 这边先选择要组什么主题的牌组 那我们来组个刀剑神域 来取个名字 进来之后就可以开始调卡片了 那先调CX联动 我们从画面左边框往右滑 这边有一些简单的检索选项 选CX联系 这样就筛选出了所有CX联动的卡片 现在画面中的分类是以颜色区分 按上方的A Z 可以改变分组选项 点一下会变成以弹数区分 再按一下就切换成等级区分了 那我们挑1、3等联动 点进来选投入梅数4张 再点到下方的关联卡片 一样加4张 选完之后点上面的XX关掉筛选 那首先来挑0等角 剪锁牌一定要放 刀剑10周年的1.1手牌剪角色 是这张亚斯娜 然后丢CX剪角 加个4张 因为8张CX是城门和金砖 所以CX的上手率会偏高 所以丢CX剪角可以多一点 没关系 然后下面这张也是不错的效果 一点一张手牌冥场面 可以从控制室换一张冥场面上来 另一条的 抽1丢1也可以换掉资源 再来是集中 我个人的习惯是放2张 这边求一个安定性 所以塞3 然后剩下的就挑辅助角 再来挑3等 这张立法没有带补血效果 所以我们要再挑4张可以补血的 撕心放4张铜仁 增添一点星爆的风味 再来2张铜仁&游击哦 3等结束 剩下1、2等的牌还没挑 我会先挑铸台刀效果 1等刀2张 2等刀1张 剩下的就是看个人挑牌了 组好牌之后按上面的儲存 想要输出图档的话 按右上的选项 画像出力 画像共有 再选择要分享的地方就可以了 最后总结一下 WS一副牌组的卡片张数为50张 同名卡最多4张 名场面最多8张 同系列卡可混搭以及进卡表 我个人习惯的配比大概是 CX8张 0等16到18张 1等10到14张 2等1到3张 3等8到10张 配比部分并非绝对 都可以依个人打牌习惯去调整 组盘也不是列一次卡表就好 实际上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是得自己去玩才会知道 将牌组调成符合自己习惯的玩法之后 那就是一副属于你自己的牌组了 以上是这次的WS组牌概念 那么就 拜拜